4月13号 香港警务处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即香港警队180周年警察学院开放日活动 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 上午时时许 开放日典礼开始 警犬表演 药园保护示范 联合反空演练等项目轮番上演 令市民一睹香港警察的风采 广场上 一辆旅游大巴突遭恐怖分子劫持 训练有素的香港警察特别任武连飞虎队 反恐特勤队和无人机队迅即出动 成功制服恐怖分子并解救人质 扣人心弦的演起场宴赢得观众的惊呼和掌声 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是很特别很开心 刚才那个反恐节目都是吓了我一跳 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这次来是因为除了180周年警队的开放日之外 还有国家安全教育日 我觉得带小朋友来是很值得的 此外 开放日当天 警队的各个单位及兼任职务的队伍 体育和艺术组织也在草坪上搭设各类摊位 通过游戏来增进市民对警队的认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亦进行参观 并与小朋友交流互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 虽然天气炎热 但有不少警察全副武装 穿着不同制服 帅气亮相与市民合影留念 除了普通香港市民到场参观 也有不少警员带着孩子参加开放日活动 香港警察张警官告诉记者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前 带孩子们来亲身体验 感受纪律不对的日常很有教育意义 他希望增进小朋友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全方位认识 我今天想带一些小朋友 想了解一下警察 除了工作之外 可以了解一下警察 原来就有其他方面的活动 所以今天就带他过来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可能之前是一些参加 有些特别部门 可能有些工作 但今次呢 我相信是 我看过这么多摊位 是比较休闲一点的 所以过来看一下 可能他们可以看警察轻松的一面 去看下去运动 其他艺术性质 让他们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的目的 我喜欢跆拳 我今天来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据了解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 辖下的六大纪律部队 4月13号和14号 都将举行开放日活动 在全港掀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热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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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